妾女的主力团队 已经调往了新型市场 只剩了一些维护的人员 原本我们已经不打算推出新妾女 但是玩家特别希望我们推出新的版本 对于新妾女 我们也是另缺乌烂的 既然你们的引擎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么我希望你在三个月之内 给我一个能够体现你们技术力量的展示 以及更为详细的策划案 开发周期和资金预算报表 这个不算为难你吧 这么短的时间不算不为难 不过我们乐于接受挑战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至于手游方面 我希望丰腾是独家经营 如果可以 流水分层再加上五个点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不应该看到他 不必帮人 什么都别人 你不应该满意 你不要打算 你这个人 我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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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我名字 始终的 你不应该不会 你不能接着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那个那个那个 赶紧上线给我们发零售啊 现在不行 等我复习完吧 再说 你们这样打扰一个考生 是不道德的 魏魏师妹 老三回来让让老三给你复习 他本来就在帮我复习啊 那那那太好了太好了 又被秀一脸 魏魏师妹 那这样 我们祝你复习成功 就不打扰你了啊 记得帮我们发零售哦 好吧 那你们在我和奈何的家里等着 走 我怎么知道 你们发现了 你们和老三是一起做的 什么 你们帮你 我把你帮你给我 好 你说 嗯嗯嗯 好的 信 我有数了 你老婆欺负我 可老婆在 你们玩得很开心啊 好的 我知道了 刚刚得到消息 真意科技的真总 也来参加酒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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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总比我想象中 还有年轻很多 是啊 起初我还担心萧总太过年轻 没想到无论是手游 还是新妾女的策划案 都让我刮目相看 而且萧总 在系统安全方面 也有很深的造诣 这么说 萧总对新妾女的开发 也有兴趣 《妾女幽婚》是一款 非常优秀的游戏 我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 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 我的夫人也在玩这个游戏 所以对这个项目非常关心 最近有几个计划案 我觉得不太满意 很期待你让我耳目一新 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那我就够候了